作词 李宗盛 两千五百多年前 佛陀于菩提树下证悟 宣说佛法四十余年 并于入灭前七年 开演《妙法莲华经》 这部经典讲述了 众生皆有平等佛性 人人都可成佛的义礼 在佛教经典中 有金王之称 佛陀很关心 没读到后 这佛经到底要怎么拖下去 在法师品 很强调 这个风景就是要记性 要带自尾 要带人用 要空调了一切 敲满了 要人家哪 这个空 但是那个妙华的法 一定要真了解 这是三鬼法词 我们现在 就要知道 要安装去跟他们说 就要用空调了 空调就是 我们要接近分 我们要立如来 就要饮着地 做空调 这样 这是 当中生 佛陀没到厚 你要当中生 三项 真重要的 法轨 要事件方法 真重要 需要用心的所在 妙法灵华经 是一部富有文学之美的佛教经典 其中多用辟喻比拟 以浅显方式呈现奥妙意理 佛陀叮嘱众生三项红经法轨时 同样使用辟喻方式 如三鬼的第一项 大慈悲为是 是的意思即是内心 这就是三国旭的 第一就是 主比心 忽心就是代主比心 我常常不是这样说 这个心有什么心 我的心 这个心 是当中的 只是我凡夫 在我的心 在我的心 我现在 是什么心 我的心 就是 在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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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一样 有什么事情 就是 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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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心 就是 在我心里 我自然 在我的心 欠人的負擔責 就是代足理心 那這個心體 就是我們的心心 可以去動理心 動理心 這個心是這麼簡單 我們做得到 當然 若可以將這個小小的動作 就開始有心 這就是生活 和發達是會好 這份的愛 一頂一頂一頂親密 一份一份 更大 更大到 我們有麻煩的人 無言代足 發貝東北代地 出生就是這樣開始 這樣呢 一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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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這叫做代足 人生無痛 人口無悲 這叫做 動體代理 甚至 甚至 跟我們無言無果 一樣 菩薩 所言人口中心 這樣呢 這個代足 比在口大 到 跟我們無言無果的 人 我們也是這樣 去聽聲 去愛 這就是 代足 比 為心 紅金三鬼 首要具備慈悲心 這是內在的修為 那麼外在形象呢 慈激委員穿著一襲藍色旗袍的身影 對許多人來說並不陌生 而這件旗袍又叫做 柔和忍入依 這個名稱出自於 妙法蓮華經 是正言上人對慈激志工的期許 勉勉大家都能學習精中的菩薩精神 第二呢 那就是 尹激伊 尹激伊呢 就是 柔和尹激伊 這就是表示 修行者 既有祖筆啊 這個祖筆的形象是如何 像我們 一個人 穿衣 你今天穿的是什麼衣 一個人穿衣 在台東 他到底比較比較虛愛 什麼樣的顏色 衣 衣 是什麼樣的造型 那這樣 我們就知道 這個人 平時的 心態啦 所以 這個 柔和尹激伊 就是我們日常的表態啦 我們用什麼態度 和人 活動呢 我們做事情呢 是用什麼態度 來做事呢 這 在生活中 我們要真用心 台人接物啦 慈激志工 高維英與潘慧珠 長期投入獸行人關懷 將佛法精神帶入高牆之中 他們的真摯柔和 感動了不少育友 難以想見他們的過往形象 與現在截然不同 沒有平均上北部的事 都是像你的希望 那些人都去感受到 北部你聽他們的心情 我感覺說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啦 其實 南部的路 都是自那種心 的偏差開始 如果能夠 調整本來有閃亮的 就不一樣了 你也是要把這種的經費 跟很多人來分享 你算是以前做過大尾羅馬 你也說怎麼做大尾羅馬 你告訴我 我還說 你殺手工 殺手工 殺手工 看那種形狀有像殺手工 沒有感覺 你能整個台北人嗎 沒有 真的假的 真的 小時候 國西的四年那時候 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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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 全身投入自己 是因為 我有趨募住到 跟自己有關 讓我接觸到 跟人家講給我聽的不一樣 所以我慢慢去改變看法 所以我還會說我唱不懂 我現在才會文章 我才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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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師兄 你以前都這樣 你這樣 大小的聲 討厭 你現在 沒有人這樣 跟你討厭 也很好 郭師兄 你每次都在說國報 我這時候 我叫做國報 我叫做縣市報 是嗎 像太陽力 像陽光照著 對啊 那 那我又有文章一些法 我有把它內化之後呢 我就知道說 我其實我應該做什麼 所以也很開心就是 有遇到國報師兄 他有這樣子的經歷過 在建律裡面 他都用那個 比較深入的法 那我每次都跟他講 我們都是初級班 跟幼兒班 就是單字還沒有教 你就教拼音啊 會比較 你知道嗎 知道 知道 慈激志工是由社會大眾所組成 來自各行各業 各有不同的生活背景 也有各自的喜氣 正言上人 其免慈激人 穿上慈激制服時 也是制服自己的喜氣 能共同顯現出柔和忍辱的氣質 對 這個團體呢 簡單性化 可以保護我們的心 同時呢 也就是無形中 在這個 市境紅環 這就是性化電環 這就是性化電環 那性化電環 也就是在肚子裡的方式 我覺得 自然的性化電環 也就是在肚子裡的想法 也就很快 那一定爱的九何尖九一 内在具备慈悲心 外在能展现柔和忍辱的形象 是不是就能安然自在地 行于菩萨道了呢 佛陀特别叮嘱 还有第三项守则 第三是幻空座 幻一切幻空为座 我们要了解 了解空是真空 真空在当三省妙一晚 人和人的中间 好想去帮助 帮助呢 付出是无所及的 这是让我们的心情清静 无关外来 也不如 你先越做越多 你的压力呢 重量越来越重 我已经做几天 我还记几天 我还做多少 你的心来 哪有这么多空间 让你放这么多的东西 你明明就复出去了 哪会有那么多的东西 放在心里呢 你就明明做了 让彼此结束 就真正走路 从起步这个锅 一直走到那边 走到那边 你的膝底 哪会还黏在路的面上呢 慈祭志工林永祥 加入慈祭已近四十年 个性海派交友广阔的他 不仅认真招募会员 也带出许多志工 未料在他六十五岁那年 因上人呼吁 落实社区 将志工人数 众多的组队分区 原本由他一手带出的志工 都成为与他 职称相当的组长 他一时难以放下 内心执着 从此做了十年的逃兵 看着今晚 我坐着轮椅 刚才在买天机 买暗门 我靠出来 我们很早就都很熟 在我们奔回 两个人说 好呢 他说 年纪师 你才会这么久都没看 我说 我就做兵 就回来 他说 让你回来 好 回来好 我真的好 小时候不像我一样 年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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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75岁的林永祥 终于放下 决心迈开以停滞 三千六百个日子的步伐 在敬司堂上千人面前 向自己的师父忏悔 立志重回菩萨道场之中 唯有了悟 凡事不执着的真空 方能真实付出 体会妙有 没有什么事 对 给我做来看 有一天 没有一位既书 如果来到我坐到他就说 书 我不知道怎么 我来福福那样大 没有一天 没有这样说 有一回 我就说 福福大就好了 不用常常电 这没有什么好电 你要说 我想要去做什么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 不要常常说 我不知道怎么 我哪里福福那样大 是啊 你都在做就好了 这种 这种 常常在想 自己的心 一直想福福大 福福大 福福大 如果想很多 也会继续 开起来 我们是不是 由于有到就好 快来去做 做 真正利益人国 所以我们要 做法空为做 不好 只能接着 我们有多多 我又要多多 不是 那不必说 我要做多多 我就常常记得 我已经做多多了 这也不需要 我需要咱俩 想要多多 那一步 他们要做多多 我就是 我怙悲 老婆 说 好,未来的法要按照团 日常最重要 花花的证心理念 这是未来 在佛陀的时代 他最担心的未来就是我们的现在 担心这个五座岳石 用什么花来地 为佑的万岗 这个真万用的教会 应该世家纳 作恶无名烦恼 所需要的 就是需要 亲情花花经 这个法来应在现在 所以他对这佛经团缓 是亲用心 不断的表现出了 大人间的一代数一年 要开始的 就是希望中生 在这一代数一年 他的心理念 在这一代数一年 信心 在这一代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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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那一代数一年 最大的阳光就是幻 人人可以退卫 人人可以接受 但身体的形在生活中 就是这么简单主义的生活 就只为了这样 现在菩萨陀佛中没有人物是非 那事情发生 人物呢 当中鬼落于天地 有着动一体 这是动体代理 这是佛陀所要教育 我们的三分会的法则 如果这么简单 三项要听 手笔心 柔软意 手法空 这么简单 如果有什么做不到 我们的法则就是在生化中 所以大家要 思思多用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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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